我原本是海大的學生 然後因為那時候比較不喜歡讀書 所以都去打工 然後剛好那邊我們是讀造船系 然後剛好工學院那家麥當勞又倒了 然後覺得我長大以後一定要回來這裡開店 因為我去年是開餐車 然後在學校旁邊賣 然後後來覺得因為那邊不能擺攤 然後剛好這邊有店沒有 我就回來這裡開店 大概開了兩年了吧 因為我們吃漢堡店 我們只有賣漢堡 我們是專賣美式漢堡的 類似麥當勞是這樣 可是麥當勞貴一點點 分量比較多 我們比較推薦的是花生醬 花生醬牛肉堡 我覺得還不錯 比較美式的吃法 就是漢堡加美式的花生醬 鮮甜的花生醬 我們麵包是訂做的 然後就是行小店訂做的 然後都是今天當天的東西 然後漢堡肉跟雞腿肉 還有豬排都是熟煙的 都是自己做的 跟學生一起玩 蠻好玩的 而且我本來就是基隆人 然後又住 就是又讀這裡 我覺得很熟悉啊 希望基隆可以年輕化一點 因為 我平日中午走到路上都是老人 市區都是老人 公車都是老人 我希望大家年輕人可以回來 我店裡都是遊戲的 然後又很愛玩遊戲 然後很愛打電動 然後那個鐘還不錯 喜歡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主要對象就是學生 你在這附近做的聲音就是學生 都熟課還不錯 會一直回來 就應該是蠻認定我們的產品 就是跟他們一起路過 然後想要熟悉一下附近的環境 然後吃吃看 然後還蠻好吃的 然後因為我們出 就因為剛剛也蠻多人 然後我們出的比較慢 然後他還送我們薯條跟雞塊之類的 我是海洋大學環魚系的 然後我今天點了 泰式章辣雞腿堡 然後吃起來很好吃 然後很大 分量很大 然後不會很膩很清爽 棒 然後吃吃看 他們很美味 他們很美味 很美味 然後就像家 我來這裡 很美味 我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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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謝謝你 Mr.Burger 因為他們有很棒的服務 而且我也很喜歡 這個服務 但是 跟老闆的友善 跟好服務 和一個好服務 是很棒 所以我喜歡來這裡 而且是隔離去 學校 Mr.Burger好吃 歡迎大家一起吃 快點